下面就是一个颂词 讲第七个 也就是说 如佛门而皈依 世间的这些天生 他自己也是 困附在轮回的监狱当中 业和烦恼的镣铐 已经紧紧地困着自己 所以世间的这些天生 地生 水生 以及所谓的护法神 那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些人对护法神 所谓的护法神 当然是有智慧护法神 世间护法神 这里主要是指的是世间护法神 那么世间护法神 暂时对你有些帮助 比如说像东北 所谓的馅儿 什么天馅 冬馅儿 就是各种说法 那么这些暂时可能 对你的发财也好 对你的事业 也有一些可能方便 有些把他当作神 有些把他当作护法神 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实际上世间的这些天生 暂时对你有些帮助 但暂时对你有些帮助 你千万不能把它当作 最究竟的归一处 你不能归于这些世间的一些邪魔外道 或者是一些天生 或者说是其他宗教的一些 他们的教祖 这些是不太合理的 现在世界上的有些统计 世界当中有两千多个宗教 两千多个宗教 各个都拜的不同的一些天生 有些是拜的遍如天 或者说是一些大自在天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的 但实际上真正唯一的 我们不错乱的归一处 就是三宝 所以你知道 这些可怜的世间天生 他们自己也是成立在轮回当中 自己也是没有解脱轮回 你归于他的话 那不可能的 你什么 关在监狱里面的人 然后你要像监狱里面的 这种犯人图像的话 他能不能让你释放 让你解脱 他自己都是犯人 没有这个能力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归于的话 不要归于这些 现在世间人很多都是归于这些 这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归于三宝 归于三宝就是佛宝 法宝 圣宝 这就是世间唯一的 为功德圆满的 让我们无量的众生 从轮回的苦海当中 可以救拔出来的 具有能力 具有悲心 具有智慧的 如是圣尊 那么这样的佛陀所宣说的法 也是完全可以皈依的 那么这样的法修持的圣众 以及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大乘圣尊 这就是所谓的三宝 在三宝面前 我们要前行归于 这就是所谓的佛制性 所以我们归于三宝 真的是功德非常的大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说了 何人归于佛 不堕入恶趣 佛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即生当中归于三宝 那以前造的恶业 再严重 也是不会堕入恶趣的 佛陀在《涅槃经》 《涅槃经》里面也是说了 归于三宝者 受得佛果位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归于三宝 才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佛陀圆满的果位 所以大家自己有机会 帮别人 也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 让别人归于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实在是帮别人归于 别人不肯的话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 或者是一些旁生耳边 做归于 这也是可以的 汉地的本老和尚 他也讲过这样一个公案 是哪一个经典里面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确实他讲过这个公案 说是以前佛陀 在世的时候 佛陀当时带一群出家人 到村里面去化缘 但结果这个村 全部门关着的 没有化到缘 没有化到缘之后 佛陀将这些弟子 集聚在另一个地方 然后他灌因缘 灌因缘的时候 当时目犍连对村里有因缘 然后让他去化缘 让他去化缘的时候 目犍连一进入村里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户门开着 而且他们高高兴兴地向他供养 当时他也得到了好多好多的侍品 不是好多好多的钱啊 一毛钱啊 两毛钱啊 然后他当时得到好多好多的供品 很多弟子有点怀疑 为什么圆满功德的佛陀 今天没有化到缘 波度是空空地回来了 而小乘阿罗汉 目犍连今天搞得那么成功 为什么呢 大家都有点怀疑 然后问了佛陀 佛陀说这是有原因的 有因缘的 因为目犍连有这个因缘 他就讲述了这个因缘 五年纪以前有一个农夫 这个农夫看财卖 最后他到山里面去看财的时候 有一棵树上面有黄蜂的窝 然后这个黄蜂就聚在上面 他要看财的时候 上面的这些黄蜂全部飞了 但飞的时候 他给他们念皈依 当时这个农夫是一个佛教徒 他给他们念皈依 念皈依之后 因为当时听到这个皈依佛号的原因 后来他们转为人生 然后当时的这位罗供 就是现在的目犍连 那么当时的这一群黄蜂 现在的村庐里面的这些人们 所以以前对他们做过皈依 精神的 他们就是 欢喜供养目犍连的 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实在是 找不到皈依的弟子 有些人回去一趟 特别的有一种失落感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说了很多 让他皈依 他不但不皈依 反而狠狠地骂一顿 然后给自己的家人想皈依 结果不但不皈依 反而对你很不高兴 弄得很不好的 最后回来的时候都是 哎呀 我这次出去一趟很不成功 如果实在是出去不成功的话 你到蚂蚝屋 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 玉城 那里面去 专门给他们念皈依 念佛号 那这样以后 你就变成像目犍连一样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皈依 这个皈依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即生当中 遇到佛法 大家有皈依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荣幸的 在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皈依当中 真的不会欺惑的唯一的 就是这个三宝 这个三宝永远也不会欺惑你的 永远也不会错的 别人都会说的 哎 你现在已经皈依了 是不是你皈依佛了 你搞错了 你不应该皈依 别人世间人 有邪知邪见的人 觉得我们皈依啊 我们出家是不合理的 对他的一些邪在面前这样认为的 但是不管别人想什么 做什么 实际上以我们真理来观察的时候 皈依者的功德 和皈依者的利益 无法描述的 所以大家也应该生起欢喜 以后在自己的有生质量当中 如果你方便 尽量地弘扬佛法 现在我们外面学习一些 如性能围主的一些道友 有些人是很能感的 真的一个人都是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 就召集了很多很多道友 很多不信佛教的人 让他信佛教 我们都不是什么 好像我们团体越来越争夺的话 就是欢喜心 不是这样的 但确实是这个皈依佛法 就是一个妙药 这么好的妙药呢 就是让很多世间当中 可怜的这些病人 让他们获得多么好啊 他们在轮回当中 如是痛苦 如是挣扎 那他们获得了这样的甘露妙药的话 在他身心的快乐 无法形容的 因此我们从内心当中 非常希望运营众生 都有皈依的机会 都有皈依的因缘 最终都趋入真正的佛道 今天讲到这里